好 咱们坐着量好不好 来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坐着坐着 还有喝的 那错不了 喝 尝尝我们这个 喝点玩微博了吗 玩 当然 多少粉丝了 加下了一百多万吗 不止 二百多 那么少 那么多 二百多万吧 那么多 不少 就是这么学习 七百多万 不叫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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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僵尸粉 花仙买的 不好意思 你们要吗 便宜了 是吧 倒粉一下 有微博的 请关注一下 今夜游戏新浪微博 今天雨泉来做客 我们的节目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话 尽管圈他们 待会我们是 知无不严 严谷不尽 是 哥俩搭档13年了 不容易 我跟余老师 才合作十几年 你们哥俩也十几年了 哪一年合作的开始 认识是在1997年 合作是在1998年 两个大老爷们 一路走来 肩并肩 手拉手 挺不容易 是一起抖肠的大老爷们 之前是小女孩 那么关系能如此密切 有没有探讨一下 这个方法是什么 这就像问这个老夫老心 为什么感情还不错 为什么 为什么 咱们这样 双方分别用一个词 来形容对方 尽量可以肉麻一点 形容对方 对 我觉得 宇凡最后被我形容成 就是一个词叫赤子 不是赤子 赤子 我们知道 赤子之心 对 就是它是一个 你说它也成熟了 但是它有一些方面 它也成熟了 它也长不大 有些东西 就是对人就是完全开放 不设防 海权说的对吗 海权 我在它眼里 是赤子 是柿子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它愿意陪着这柿子 或者陪着这个柿子 它是卖柿子的 它在我心里面 我要用一个词就是 大智若鱼 哦 对 什么傻 也不是傻 傻得像于仙人 老说装傻充乐 它是真不装 它是 它很有智慧 海权很有智慧 然后看待生活 看待一切都 很规矩 不像我 对 就是它是感受生活的人 我是研究生活的人 对 这两种人不太一样 据传说海权胆特别小 过马路都得藏着它身后的 是真的吗 藏着犯不着 反正把它推到前面去 西命 真的呀 活得在意 在意在意在意 真这样吗 真的挺西命 从来不喝一些 可乐 饮料啊 这些不用 这个 宇凡说过 老婆都无法 在海权 这是哪方面这么说的呢 说过这话没有啊 说过 说过 真说过 对 因为 何处此言 就论年头来讲 和老婆的时间 没有跟他再聚长 然后就 实力上来讲 体力上来讲 没有跟老婆认识之后 跟他在一起好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包括结了婚 生了孩子以后 相处的时间 还是要多过一家庭 对 而就是 我墙头那边的另一半 咱们这样吧